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他好几次就是又复发嘛 那阵子我就很担心 因为觉得这种东西复发总是很不好 还好就火烹烂料在我眼前这样子 其实我会担心他未来就是他生命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我比较害怕 其实那时候中班写字很漂亮 是好像到大班的时候 老师就讲说 他觉得虎渊的眼睛好像有一些异常 那时候我是先带去眼科医师 然后眼科医师以为他不会比那个上下左右那个 他就说你带他回去练习 一个月后再回来看 可是在这中间 老师又说 妈妈他说我真的觉得不大对劲 他连操作业都要到黑板前面 那时候我才想到说危险 就去唱歌 那一生一看到虎渊他就说 通常这么小会突然看不到 他就说应该是脑长一个东西 然后等一照到确定四公分 就隔天就拍开刀 就也满措手不及的 后来是转二线 我们转到北宜区是五月份 神经外科的医生是说他也以为他能帮他开刀 后来照了之后才发现他是有缝隙就长癌细胞的一个小朋友 所以他那时候就说没办法开刀 他就只有跟我们说对不起 他就说后续就是问我们要不要安宁团队进驻啊 那时候就是像判死心啊 因为其实你听到安宁 就意思就是好像没得救的那种感觉 我后来是做化疗这个刘医师 就说那不然我们就先化疗试试看好了 因为其实你不试试看就是等就是算等死了嘛 那就只能去相信化疗看看对他有没有效 然后那时候是就是从长满到完全消除 然后北一的毕业典礼 可是没想到两个月又复发了 对啊 其实我有上网去查 那时候他们有讲说罹患恶性肿瘤的小朋友 寿命不超过五年了 对 这话打算已经讨论过了 就讲说他的伤势怎么办啊之类的 但那时候这样讲 可是我现在也还没有碰过安宁的地方 就比较庆幸一点 对 在这么小的年纪遇到这样的一个挑战 而且都非常的勇敢面对 其实他很少露出悲伤或者是沮丧的表情 我知道他难过啦 他不舒服 或者他去做化疗回来不舒服 但是他还是就默默承受 所以我觉得他的精神非常可嘉 他这次毕业得到校长奖 我真的觉得蛮开心的 因为就是对他的课业一个肯定 以他为荣嘛 今天这一位呢他非常特别 他不管是大小 还是他的身份都非常特别 因为今天来到现场的是一个才12岁的小朋友 他是这次的参赛者 而且重点是他的作品跟他的故事 我相信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从刚刚的影片当中 大家已经可以看得到 这个12岁的孩子他其实是看不见的 我没有办法想像一个看不见的孩子 怎么参加一个绘画比赛 而且他画出的画非常的棒 在这边我要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特别来宾 首先我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第8届才会希望儿童特别组的参赛者 黄虎渊 哈啰虎渊你好 黄虎渊阿姨好 哇 你知道我的名字耶 好开心喔 虎渊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外号 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 黄圆外 黄圆外 为什么叫圆外 大家有没有觉得他长得好像一个圆外 而且今天他身上的 从他的口罩 到他的衣服 到他的裤子 到他的鞋子都是小小兵 很喜欢小小兵对不对 对 所以他的这一次的参赛作品 也是画小小兵喔 我们等一下要再带大家来看一下他的作品 非常的厉害 旁边坐的这位呢 就是在一路上照顾他 非常辛苦 非常陪伴他 一路上走过来的 妈妈 欢迎邓家丽 妈妈你好 主持人好 还要来介绍就是我们的主办单位 IG希望基金会的执行长 苏联益主持人好 主持人大家好 那今天又特别 因为在这个比赛里面 其实是分成几组的 包括癌友组 以及他们的家属照顾者 另外还有医疗团队组 那么为什么特别会有一个儿童特别组 就是希望 觉得说要 如果是办画画比赛 把小朋友跟大人放在一起 比真的有点不太公平 那所以呢 希望把儿童特别组拉出来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的这位小朋友 十二岁而已 刚看到了这个影片的内容 大概知道谷渊的一个状况 不过我还是想要请教一下妈妈 嗯 妈妈其实我们看到在小的时候 谷渊看起来在六岁以前 六岁以前 其实看起来是跟一般小朋友 完全没有任何的不一样 对没有不一样 没有任何不一样 不一样一开始是出现在 眼睛看不见 对 是他 我们那时候是全家一起去爬山 然后就是刚好就是 发现他好像有点 看不到那个楼梯的那个 阶梯的那个断层 然后就 就觉得说 他是不是眼睛有一点问题 然后到后面 衍生就是幼稚园老师 有跟我们讲说 因为谷渊好像在写作业的时候 就发现说他抄作业的时候 要去黑板前面抄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妈妈他谷渊是不是眼睛有问题 然后说你要不要带去医院看一下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我就先带去一般眼科医院看 然后结果去了之后 他就想说这么小 因为才幼稚园大班嘛 他以为他不会比那个 比那个叫上下左右的 上下左右的 对 然后他就说 那妈妈把这个表带回去好了 他说 你先去带他练习一个月 然后再带他回来复诊 这样子 嗯 然后到隔 去完那个诊所之后 好像又再隔三四天 老师就很紧张就跟我讲说 他真的觉得胡渊的眼睛好像 看不到 对 他就说不对劲 跟他以往中班 因为我们是从很小就上幼稚园 他就说感觉跟他以往上中班 跟小班的时候是差很多的 然后我才惊觉说 那我赶快带他到大医院去好了 然后就到大医院去检查这样子 就医生就像刚刚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到的 告诉你说 如果这么小的孩子 突然间眼睛看不到 通常都是脑里长的东西 对 所以后来检查之后发现真的是 然后立刻就要安排开刀手术 我相信对你的冲击来说非常的大 一开始你有告诉胡渊他的状况吗 一开始 他应该都知道吧 一直都知道 对啊 因为我都不隐瞒他的病情 就到现在我们也都 一直都有给他知道说 他的病情的状况 对 小学毕业了对不对 嗯 你是拿校长奖毕业的耶 我觉得你超厉害的 而且听说你不是只有课业厉害 你的运动超强的对不对 嗯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强 而且我听说你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你最喜欢的地方 打棒球 打排球啊 打棒球 打棒球 然后篮球听说也很不错对不对 嗯 然后游泳也很好 而且我还听说 你的同学在跟你一起比赛的时候 他们怀疑觉得你其实根本就看得到 是不是 嗯 投篮很厉害吗 嗯 真的哦 好厉害 那 其实会觉得很难想像 因为这样的一个孩子 是完全双眼全盲 可是在学校里面的表现这么棒 然后同学们甚至怀疑说 你其实看不到是假的 可能有一点点看得到 嗯 走到这一步真的很辛苦 妈妈一开始发现她有肿瘤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最 最 最让你觉得惊恶跟没有办法接受的一点 可能是 大部分的孩子这个瘤 是良性的 嗯对 但是 它是一开始从良性变成恶性 还是一开始发现就是恶性 没有它是从良性变成恶性的 嗯 你那时候听到的时候 你有觉得很没有办法接受 你说转恶性吗 嗯 转恶性 有一点点 嗯 就是说 欸怎么会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 用良性的 那个治疗方式 对 然后后来变恶性的时候 那一阵子它是 虽然它有开刀啦 可是它那一阵子还是状况不是很好 嗯 然后就后来才 我们才转到北 良性的时候都是做放疗比较多 嗯 然后到变恶性的时候 因为它 放疗的剂量也满了 嗯 因为好像人都有一个成熟的剂量 嗯 所以到时候 那时候我们到北医的时候 他那个北医的医生就说 他的 他的身体不大适合放疗了 嗯 所以那时候就建议我们做化疗 他是六岁时候发现的吗 对 六岁时候发现 嗯 一开始是一只眼睛受到影响 欸对 后来是两只眼睛都完全看不到 对 就是长恶性那时候就 对 那个把它看得到的那个眼睛 就也压荡了 几岁的时候开第一次的脑 六岁啊 就六岁 第二次呢 第二次是隔年七岁 第三次呢 第三次是前两年 应该是十十岁 十岁的时候 对 十岁的时候 嗯 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最让你觉得 嗯 印象深刻 甚至你开始觉得有点绝望 有过这个 这个过程吗 绝望啊 嗯 应该是 在恶性的时候 然后 又跟我讲说 脑瘤复发的时候吧 第三次复发的时候 对 第三次复发 我记得那时候你们到了北营 然后 医生有跟你说 嗯 状况很不好 对 他那时候有讲状况 没有很好 嗯 有给你什么建议吗 他希望我们 就是 他那时候以为说 他可以帮我们开刀啦 嗯 结果后来 就等他们造了 那个核磁共振的时候 就发现 其实他的头已经 脑里面已经都长满 艾细胞了 他就说 这个没有办法开刀 嗯 嗯 然后再就说 只能请 就是另外一个安宁团队 来协助我们 就是 看有没有多一个 医生咨询 这样子 对 你听到安宁团队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 哦对啊 那时候就 想说 不是不救他啦 他只是说 只是 多一个团队的选择而已 对 你当时有接受吗 有啊 有接受 因为 我们都一直都很相信医生的话 所以 我们医生 如果他这样建议我们 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就接受 对啊 那时候医生跟 胡渊还有妈妈说 可能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 那个时候他没有去啊 他没有去啊 他在病房里面 但你有听到医生这样跟你说 对 那时候有觉得好像快要被判死刑了吗 嗯 有一点点 嗯 可是从那时候到现在 就 他不但继续火蹦乱跳 对啊 还拿了校长奖 还参加了比赛 对 然后今天还坐在这边 要得到我们的颁奖 嗯 还蛮开心的 你自己有没有想到 可以有这么样的一个好的方向的发展 嗯 没有 那时候没有这样想过 因为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当下他判 说要安宁进驻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完蛋了 是不是 没有救还是什么的 然后是后来那个化疗的医生就说 要不然我们先化疗试试看好了 对啊 那我们也想说好吧 那就 也只能先化疗试试看 就哎 化疗第一次 到第二次 然后 因为他前面是做十三回嘛 到第三回的时候就 已经发现有越来越小了 那时候就 越来越 就是有信心了 对 那他也很喜欢去医院 很喜欢去医院喔 因为他医院很多 那个医生哥哥那些都会 护士都会跟他还 还有漂亮的护士姐姐 对 虎渊我问你喔 嗯 妈妈说你开了三次刀欸 嗯 你会不会很害怕 不会 为什么不会 对 阿姨听到腿都软了 因为 嗯 只是去睡觉喔 只是去睡觉喔 那会不会痛 嗯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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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当中有没有很害怕的时候 有 有喔 你记得你最害怕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吗 嗯 第三次的时候 第三次喔 为什么那次最害怕 因为很痛很痛 很痛很痛 很痛很痛 嗯 你是感觉得到痛是不是 他的在发作的时候吗 嗯 嗯 那时候还没有开刀 还没 嗯 听说你有一次跟妈妈说 你是痛到哭了是不是 那好像是你第一次掉眼泪 对不对 嗯 嗯 你从六岁开始 一直到第三次复发 十岁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想像吗 这个孩子已经前面经历过 不知道多少的化疗 然后两次的脑部开刀 他没有哭耶 他到第三次 十岁这一次 你哭了对不对 对 你跟妈咪说什么 嗯 说什么啊 你还记得吗 嗯 记得 那你要不要跟我说 你那时候跟妈妈说什么 不要 那妈妈还记得吗 记得 因为那个时候还蛮深刻的 妈妈她那时候第一次半夜哭醒 对 因为她那时候她也比较知道她自己的状况 嗯 身体的状况 所以她那时候 她半夜哭醒 就跟我讲说 她说妈妈我会不会死 她就这样讲 嗯 因为她知道她自己身体不好 对 然后我就说你想那么多干嘛 我说 我们大家都在帮你想办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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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怕她半夜跟我说 妈妈我哪里不舒服 因为她在讲痛的时候 就是 应该就是复发的时候 就像她当初 眼睛那个 就是长恶性的那个时候 等知道的时候 其实她就已经把她 之前会看得到50公分距离的那个眼睛 给压 压伤了 然后就是也是失明了 然后她那个 本来原本看得到那个眼睛 是眼皮垂下来 然后就是 才发现说 哦她是又在复发这样子 然后那次的复发就是转恶性的 所以现在就是 呃 好像是压到第三对神经吧 就是掌管眼皮的啦 所以她现在眼皮就是 就是只会像现在这样子 半开这样子 有小朋友会说 老师她为什么看不见 我 我会觉得很心酸 我又不知道如何解释 我可能 我会跟小小小朋友讲 我会像她说 先不要问这样子 所以那一块我不太敢 我不太 我真的没有敢跟她说过 那她是我们学校第一个视障生 我们在媒合的时候 没很敢认这样子 因为总是个未知数 因为总担心说 哎 带了她她又看不到 是不是随时我们就是要 要顾着她 然后一没顾她出了什么状况怎么样 那时候我抽到她的时候 那整个暑假我其实都很担心 就去翻一些就是 一些相关书看 其实真的没有过好一个暑假 但是我现在讲我觉得我很幸运 能够带到她 对 真的是很幸运 一直都把她当一般的小朋友 对啊 我都不 能让她自己来 我都让她自己来 对 没有受限于她的双眼圈芒 这样子 我也是跟老师讲 我说 能让她干嘛就干嘛 不要说 让她觉得她自己是有特权的小朋友 对 虽然有时候她可能真的很累 我会 还是会欣然让她说 好啦你不要去上课 我会问她 我说你今天是什么课 她自己也会评估 她说今天是美术课 那可能美术课比较用了眼睛 她可能不想去 我就说好那你就在家休息 对 课业的部分 因为她本身就程度很好 她是一个很聪明很认真的小孩 所以她就是 在教室的课堂课她就会专心听 但是有一些比较主要的部分 还是要透过点字老师来 来帮她加强 所以在课业的部分 事实上我没有帮她琢磨很多 她在以前在一二年 在我们班都是前三名 有时候都是第一名 只要靠听力来的 她都比谁都还会发表 而且发表的就是切中要点 就是真的是很 就是你想要的东西这样 她也会打篮球 那时候一年级的时候 她投篮很厉害 她打的球是比任何人都好 认得那个敌对是接不到她的球 是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捡球 然后可能带跑壘的人 可以跑两三壘这样子 我们大队接近什么 我一定会让她跑 她所有班上活动 她都想三云 她从来不会认为她不行 大家都知道她怎么那么厉害 其实 她相信她能 她就能 她其实跟我讲过一件 我觉得很感动 她说老师因为你觉得我能 所以我就觉得 所以我就觉得 还蛮感动的 对了就是 想到她其实蛮心酸的 12岁的虎渊 那么从6岁开始 被判定长了脑肿瘤 从良性到恶性 但是到现在12岁 她已经国小毕业了 拿到校长奖 而且样样都很棒 最重要的是她参加了 才会希望的画画比赛 而她是完全看不到的 在这里我们再次隆重介绍 我们今天的男主角虎渊 哈啰 哈啰 我问一下 你刚刚在那个影片当中 你是用听的吗 听得很清楚 我先问你 因为我刚刚在里面看到 你打乐乐棒 然后你就是 几乎是棒无虚发 你为什么会知道 那个球在哪里 嗯 那只要抓准就知道了 抓准就知道 那你怎么会知道它在哪 你可能挥一次 大概知道那个位置 你就会知道第二次第三次 而且每次都打得到 嗯 难怪 我刚刚看我也怀疑 你应该看得到一点点 跟你的同学一样 他们是不是怀疑你看得到 嗯 或者说老师我怀疑 他可能看得到一点点 然后刚刚你在里面 你有听到两个老师 对不对 嗯 一个是你的高年级老师 嗯 还有你的第一年级跟中年级 带了你四年的老师 对不对 嗯 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 贵萍老师 你喜欢他对不对 嗯 你知道吗 我们在过程当中 一直听到他问说 妈妈你有跟贵萍老师讲吗 先来问一下基金长 基金长我们的比赛 前面已经告诉大家 已经办到第八届了 那一直我们都有帮 小朋友特别设一个 儿童特别组 为什么要叫儿童特别组 一开始在办彩绘 希望这个活动的时候 因为我们基金会的主要 服务的对象是 成年的癌症病人 所以当初在设计这个比赛 我们并没有想到说 来参赛的人 会有很多是小朋友 不管他们的身份是家属 或者是癌症的病童 那时候 评审老师呢 就陷入胶着 因为他觉得 孩子的那个笔触 以及他想要传递的那个精神 跟大人的不太一样 那如果把他跟成人 成年人的放在一起比较 那可能会剥夺了他们 真正想要表达的 那个意义而被肯定 所以后来就商量了结果 就决定把12岁以下 不管他是病人的身份 亲友的身份 全部都归类为 儿童的一个特别奖 等于是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也来肯定这些 不管是家属的身份 有些是爸爸妈妈的离癌 那其实孩子或多或少 都会受影响 那自己是儿童癌症的孩子 那他自己在面对这个疾病 他也有很多属于他那个年龄层 他不应该承受的那个病痛的压力 他也想要借由这个话 来传递他的想法 所以从第一届开始到现在 就开始的有这个儿童特别奖 听说还有小朋友参赛 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透过他的话 帮助他圆梦了 对 有一届比赛 因为每一次虽然叫彩绘希望 但他都会有一个主题 那一届的主题叫做任意们 结果有一个小朋友 他的主题名称叫做带我去看吉普车 结果呢 因为颁奖典礼的讯息上了媒体 那就有人看到了这个讯息 主动打电话来说他有吉普车 他想要带这个小朋友去坐吉普车 对 哇就是太棒了 我相信孩子一定非常非常开心 对这也是一个不一样还有一些的孩子 因为我觉得孩子的那个比处 真的跟成年人真的不太一样 他们的那个颜色用的特别的缤纷 那其实看起来就是充满了希望 其实刚刚我在听妈妈跟胡渊在分享 我想到我自己家人的经验 其实我自己的妹妹也是脑部肿瘤的病人 虽然她的肿瘤是属于比较良性的 但是医生也告诉我们复发率会很高 不到三个月又复发了 那那一次的复发 比较严重的是她的脑部水肿很厉害 那那时候因为我在医院工作 我就带了妹妹到最好的医院去咨询 那其实那时候医生评估了她的年纪三十出头 包括这个肿瘤长的位置 她说如果真的要动手术一动 可能会让她的左边整个都弹掉 所以她觉得不是那么的合适 然后她也是跟告诉我们 跟妈妈得到的讯息一样 她觉得最合适的方式可能就是安宁疗户 让她不要有疼痛就好 后来因为我们家在南部 我们就把她带回南部 准备要去寻求安宁疗户的协助 因为我自己是护理人员 我就会觉得我应该用这样的方式 让她好好的就好 结果没想到后来遇到的医生 跟我们商量希望再给她机会 她就经历了第二次的手术第三次的手术 我原先是两年多过去 我想告诉妈妈 我妹妹已经超过十年了 哇 虽然她是一个恶性度比较低的脑部肿瘤 但是因为脑部的空间就这么大 你只要里面有长肿瘤 你一定会对里面很多的器官有影响 所以我自己想要跟妈妈分享的是 我觉得希望永远在路上 只要不要放弃 而且我觉得虎渊实在是让我们看到太强韧的生命力 而且我觉得你很想要 你看你参加这么多的比赛 对不对 然后学校参加这么多的活动 可是对你来说其实没有很容易 因为你看不到你还可以去投篮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这么想要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喜欢 因为你喜欢 然后你想要尽力去试试看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画画真的很难 我们来看一下你这次参加的画画比赛的作品 这个画面 来一边看 虎渊一边跟我们讲 你这次的作品的名称是什么 北一小小兵 北一小小兵 北一是因为你在北一嘛 对不对 你在北一做治疗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上面呢 你画了什么 你跟大家讲好了 小小兵躺在床上 还有一个小小兵的护士 然后躺在床上的小小兵是你吗 不是 不是 不是你喔 好 那为什么小小兵在床上 他在干嘛 准备做治疗 准备做治疗 我看到一支针很大 那个是 因为他要准备打针 他要准备打针 然后那你觉得他会不会怕 不会 你觉得他不会怕 他旁边有一个点滴 然后针好大一管 你觉得他不会怕 为什么他不会怕 因为他很勇敢 因为他很勇敢 因为他很勇敢喔 那你觉得 你跟他一样勇敢吗 嗯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小小兵 你全身都小小兵 因为他很可爱啊 他很活泼 然后坚持不放弃 坚持不放弃 对不对 真的你看小小兵的电影 他们要干嘛就一定要干嘛 一定要达到最后 然后所有的小小兵 一起去完成那样子的一个 目标对不对 对 所以 你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小小兵一样 但是躺在医院上面 病床上那个不是你 可是你跟他一样勇敢 嗯 那你们告诉我 你是怎么画出来的 你看不见耶 嗯 就 就想啊 然后呢 就画 然后有些地方 是 爸爸带着我手 连起来的 这样子 你有跟爸爸说你想画什么 对不对 嗯 然后你就把它 在那个位置把它画出来 嗯 那你要涂什么颜色的时候 你是会跟爸爸说 爸爸我需要什么颜色 请爸爸拿给你 对 因为我有看到你的小小兵一生画得很可爱 然后也有他的黄色蓝色通通都有 然后你有画一个窗子 对不对 嗯 我可不可以问你在你的画上面有一个很像项链的东西 那是灯吗 对啊 那是一盏灯 嗯 然后旁边有窗子 对不对 嗯 有桌子 有一个点滴架 有一个床 我觉得该有的东西都有了 护士阿姨长得很可爱 嗯 平常你在医院跟他们好不好 好 他们对你很好吗 嗯 他们都叫你黄人外吗 嗯 哈哈哈哈 所以在他的画里面 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很努力 很勇敢 坚持不放弃到最后的小小兵 就像我们看到的狐狸一样 妈妈 当初他说要来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说 欸你看不见怎么画 你知道那个时候吗 没有啊 因为他说他想要画我就让他参加 嗯 对 而且其实很多事情 都是你 都是大家没有想到他可以做得那么好的 嗯 但他都一样做到了 对不对 嗯 我知道在整个过程当中 就像你刚刚说的 你从来没有隐瞒他的病情 没有 每一次的治疗 每一次的检查 你都让他知道他的最新的状况 嗯 那 嗯 这其实不太容易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自己很多身边的亲人 你看到 比如说是假设是理癌 很多高龄者 子女可能都会隐瞒病情 不敢让爸妈知道 那孩子 其实更容易会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会怕他害怕 为什么妈妈你一路上都让他知道自己的状况 嗯 因为他是看不到的一个小朋友嘛 嗯 所以如果你要请他乖乖配合治疗的话 那就是一定要让他知道他现在自己 自己身上的自己的状况 嗯 所以我们从来都不会 不会隐瞒他 我们不会说 因为医生跟我们讲什么 所以如果说医生说 他现在要做什么治疗 我们就会老实的跟他讲 就说你要乖乖配合 然后现在医生要帮你做这个治疗 嗯 对 所以我们就是不会隐瞒他 就是都是让他参与 也让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现在的病情就是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嗯 我因为你都没有跟妈妈就是 耍脾气说我不要 我不要很痛 没有 为什么你那么勇敢啊 嗯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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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要赶快好啊 因为要赶快好 嗯 你觉得现在的状况好不好 嗯 我觉得你很好欸 因为你刚在现场还跟大家躲猫猫 非常的有活力 一开始的时候我都忘记他看不见这件事情 我真的忘记 真的没有想到 但是这是我们在旁边 我们今天第一次看到虎原 妈妈是一路陪伴的人 嗯 在过程当中即便这个孩子真的是 有出乎常人能够理解的勇气 但是一定在过程中也有让你觉得很辛苦的地方 你觉得最需要克服的是什么 嗯 最需要克服的 最需要克服的 就是呢 嗯 嗯 克服他的病情吧 希望那个 他的病情真的是 可以很快好 可以很快好这样子 嗯 嗯 嗯 所以我觉得 没有没有把握能够照顾好这个孩子 嗯 有曾经被学校拒绝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吗 嗯 有就是他在要转转那个国中的时候 是现在吗 对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本来是属于某一间国中的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连户籍也都牵过去了 嗯 然后我们也有先 对 因为我知道很多学校都没有碰过这种学生 所以我都会先打电话去问他们说 诶 我现在有一个市长的小朋友想要去念你们这所学校 可不可以 然后那个时候那个老师是有跟我说 诶 可以 所以我那时候我才决定说 那我就把户籍都牵过去了 结果想说诶 有一天 想说他刚好没 就是去医院治疗吧 想说有空我就带他去学校拜访一下 说给老师看一下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朋友 结果后来那时候我们到的时候 结果那个老师看到他是一个双眼全盲的小朋友 他就说 嗯 妈妈 他说好像 他说有一点可能不大方便 他说因为 他是一个双眼全盲的小朋友 他说我们的学校是属于比较 老旧的 他怕他危险 这样子 嗯 所以他那时候就 以环境为有 对 他就以环境的因素 然后就 回绝我们去 救毒这样子 嗯 那时候会觉得有点难过 有点 因为那时候 那个时候就 有哭啦 嗯 因为我觉得他 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像 是你哭还是他哭 我哭啦 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像被抛弃的小朋友一样 对 就是觉得很可怜 好像是 一个没有人要让他念书的一个小孩 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你要签 不是学区的学校 要提前半年签户籍 所以那时候我是提前帮他签户籍 就提前先帮他问学校这样子 那有跟他讨论过要不要念启明学校的事吗 有啊 我们有之前有去参加过启明的音乐 就是一二点像 东令营 对 我那时候有带他去那边 他有住三天啊 对 可是还是想要在一般的学校就读 对不对 嗯 其实那个时候有想说要给他去念启明 嗯 可是因为他现在还在做化 就是在做治疗 对 想说等他真的治疗稳定了 只是定期追踪的话 我们也许可能会让他去念启明学校 嗯 所以接下来 嗯 一样是九月要开学了吗 对 要进国中 对 所以现在新的学校已经找好了吗 哦 找好的学校 原本也许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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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中间跟上过小一夜 嗯 就是去学习上课这样子 没有 我有听说你很不想从小学毕业 对不对 对 为什么不想从小学毕业呢 因为他很爱他的一位老师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贵品老师 对不对 嗯 对不对 我说 诶 那个希望学毕现在有一个绘画比赛 你要不要参加 他就说好啊 我说那你要自己画画 他在画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我看你这样根本就不会得价 因为他就画很小朋友的那个画像 然后 他就说我就是想画嘛 我就说啊好好好 我还帮他弄好弄那个卷轴啊什么 寄到你们的 反正就给他一个希望啊 其实很多学校都没有碰过这个学生 现在在升国中的时候 我有 其实有数一几间 比较 比较想让他念的国中啊 那时候我们连户籍都签好啦 后来带 我带他去 真的去学校拜访的时候 就是去看一下环境的时候 那个老师看到他是全盲生之后 我就拒绝我们进入那个叫学校 那时候我有哭 我就边走边哭 然后我二仔问我说你干嘛哭 我说没有啊 我说我很生气 因为 之前讲好了 可是到我真的带你去的时候 学校却拒绝我们 会让我觉得说他好像是被 遗弃就是 抛弃他这种小孩这样子 就会觉得 哎一个是掌声怎么想学习的机会都很难 事实上他很聪明 但是受限于他的视力 所以他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同学 听说读写通通都可以这样进行的练习 他其实真的很辛苦 因为他 他有算是被我强迫就是说 你医院出院的时候隔天 因为我们是双亲家庭嘛 啊没办法就是 在家雇他 所以我就会跟他说 你隔天就要去学校 去上课 对 所以他有时候他很累 他也还是会去学校 所以他那个六年级的老师啊 就是因为他后面不是做化疗嘛 就会很虚弱啊 就买躺椅给他在教室 就是让他躺着听课 对 所以他也很配合我 也没有荒废他的课业 所以他这次毕业得到 校长奖 我真的觉得蛮开心的 因为他做到去医院跟学校 往返的小朋友其实很难 校长奖就是对他的课业一个肯定 给他祝福 就是说 我当然希望他能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啊 对啊 一关熬过还有一关啊 那一定能每一关都顺利过啊 我其实最希望的就是他 健健康康 就是医学能够 进步到能够 给他一双明亮的眼睛 这我真的是很希望这样 因为他会想要看到这个世界 或许五岁之前他知道 这世界长得怎样 但是五岁之后他可能就活在这个黑暗当中 所以就是希望他 很健康 然后如果老天爷可以的话 就是 再给他一双明亮的眼睛 要上国中了 你刚刚说其实没有 就觉得还好耶 没有那么期待 因为我有听说 你其实没有很想要 从小学毕业 对不对 嗯 为什么 因为我想要跟贵萍老师一起上课 贵萍老师就是你刚刚一直提到 我们也看影片里面有 你小学一到四年级之后他带你 对不对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他啊 因为他对我很好 他对你很好 他会带你做什么事情 嗯 就是 会照顾我 嗯 所以你希望可以一直在学校看到他 嗯 那你现在要毕业了 你会不会有点舍不得他 会有 所以你刚刚一直问说 贵萍老师有在线上看直播吗 对不对 嗯 可是啊 我在现场找到他了 哪里 你会想我 嗯 好爱你 你真的是个老师教过最棒的孩子 你知道吗 老师真的 老师心里永远会帮你留一块 想我的时候永远可以回来找我 知不知道 你是最棒最棒的胡愿 知道吗 好 不管你在哪边 老师都在学校等你 有空就回来看老师 好不好 那你要不要给老师一个大大的拥抱 抱老师一下 好 好 好 贵萍老师在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胡愿的导师 那这也是你第一次带一个视障的孩子 对啊 你不要哭 你是很开心还是很难过 来给你卫生纸 嗯 你是很开心吗 很开心老师可以到现场对不对 对 你知道我们为了这一课筹备了多久吗 我们 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都很怕 很怕 你的听力太好 对啊 因为你听力很好对不对 所以很怕你会听到老师在现场 有没有很惊喜 有 有很惊喜 对不对 那想跟老师说什么话吗 谢谢老师一直带着我 老师非常喜欢带你 真的 因为你老师会成为更棒的老师 就是因为有你 谢谢你 谢谢你虎原 虎原 虎原以后上国中之后 还要常常回去看老师好不好 老师很想你 而且老师今天在最后 在这个现场 也希望能够来参与你的颁奖典礼 老师你有看到他的画对不对 有有有 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他以前就是一个喜欢 他在学校会画画吗 会 他会画 然后他会告诉我 老师你笔给我放什么位置 他会知道 比如说什么颜色 他需要什么颜色 我们就会帮他放 好这样 好那当然 其实在这个比赛当中 虎原这一次 就像刚刚前面影片 妈妈说 我看他画就跟你讲说 你这样一定不会得奖 这一次他其实真的没有得奖 可是他今天在这里 是因为我相信所有的评审 在我们前面有讲过 每一幅画作 评审在评的时候 是不知道这个参赛者 他的背景 跟他的故事 所以没有一位评审知道 这幅画是一个看不见的孩子画的 那当然 绘画比赛有的时候 你很难去说 我们评断的标准要是什么 如果今天我们是画画比赛 我们可能是要看到 他的构图好不好 画的内容怎么样 是不是画的最棒的一个 可是如果今天 当他是变成一个 你知道所有的状况的时候 你可能心里又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今天癌症希望基金会觉得 不管怎么样 都要颁一个奖给虎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边 就要来 请我们的执行长 来帮我们颁一个感谢状 来谢谢我们的黄元外 虎渊 来 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并且带来一个这么棒的一个 一个画 好不好 拿着你的奖状 你知道奖状上写什么吗 要不要念给你听 来 指引长 念给他听好不好 只感谢 黄虎渊同学 投稿第八届 彩绘希望绘画比赛 不受限癌症與全盲 为培养正向态度 目标的比赛精神 做最佳实践 特以尺壮 竞表协议 谢谢 我们现场帮他鼓掌一下 好不好 当当当当当 当当 这是我觉得透过 enough的 直播的方式 其实有更多人 可以看到 pushing 胡渊的故事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也谢谢桂萍老师 桂萍老师 真的很感谢您 可以今天来到现场 听说你原本 在挣扎 要不要来 对不对 因为我很 很怕失控 对 我现在穿它送给我的衣服 對,老師今天穿你送她的衣服 我愛她,穿她就像你在旁邊一樣 你送老師什麼衣服你知道嗎? 小小兵的 跟她一樣 跟你的一樣對不對?也是小小兵的 但是老師你覺得還好有來嗎? 真的,我就是擔心我會後悔一輩子,所以我來了 今天非常的謝謝每一位在現場的朋友 那麼最後最後我覺得胡淵現在要上國中了 還是有一些話想要鼓勵她對不對? 我們先請梓英長好了,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胡淵說? 給她一點祝福 胡淵,第九屆才會希望等你來參賽 繼續加油 好,那老師,老師你有什麼話要跟胡淵說? 胡淵,你在老師心中,老師教書快三十年了 你是我教過最棒最棒的孩子 你勇敢,然後聰明,然後希望帶著你的優點 繼續往前衝,好不好?老師永遠祝福你 那胡淵,你自己對自己有沒有什麼未來的希望期許? 先講你希望,你最希望你將來接下來的時間有什麼事情還是你想做的 嗯,就是幫助其他人,然後可以賺很多錢幫助其他人 可以賺很多錢幫助其他人喔 我也好希望可以賺很多錢幫助其他人 可是你知道嗎?你現在就算還沒有賺很多錢 你已經幫助很多人了耶 你知道你的故事可以鼓勵好多好多人 不是只有小朋友,還有很多大朋友 他們會覺得,連十二歲的胡淵都這麼勇敢 我怎麼可以不勇敢呢?對不對? 嗯,你知道你超級棒,超重要的 那媽媽最後時間留給你 你想對胡淵說什麼話? 我想要對他說加油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很辛苦的小朋友 因為在醫院陪他的都是我跟爺爺 所以有時候看他治療啊,不舒服的時候 可是他都不會喊辛苦 所以我還是希望他就是加油一點 然後堅強一點,可以嗎? 嗯,還要再堅強喔 對 都已經爆棚了啦,還要再堅強喔 我都覺得可以稍微 就像今天啦,有掉眼淚喔 我看到覺得很感動 這個淚水其實除了高興、感動、驚訝之外 我覺得過去這六年來的點點滴滴 我相信很多都現在浮現在胡淵的心頭 跟老師一起的 跟同學一起的 跟爸爸媽媽一起的 還有在醫院做治療的 大家都給你持續的加油打氣 你要加油好不好 那明年你還會再參加這個畫畫比賽嗎? 一定要對不對? 那我也希望明年如果 因為是兩年之後 第九屆對不對? 兩年之後 我也希望呢 我還可以在 不管是頒獎典禮上 或是直播上 坐在你旁邊 然後跟你一起再享受 最後這一刻非常非常榮耀的一刻 好不好? 你要加油喔 最後一集了 但是我們希望大家 對於我們抗癌朋友的關心 加油跟打氣是不中止的 所有的這些 這些癌症希望基金會一直以來所做的 不管是對於癌症的朋友 或者是他們的家屬 或者是照顧他們的醫療團隊 其實一直都有在做非常多的關心跟服務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也想要給相關的人一些打氣的話 歡迎大家可以關注 癌症希望基金會的粉絲 最後還是這句話就是 不管你是罹患癌症的朋友 或者是你是正在照顧他們的家屬 以及壓力很大的醫療團隊的人員 如果你覺得壓力很大 如果你有故事想要訴說 如果你覺得這樣子 可以畫出你未來的希望 歡迎你拿起畫筆 把你所想的 或是你所看到的畫下來 彩繪希望 要傳遞的就是一種希望 即便不參賽 它都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那麼當然最要謝謝的是 我們癌症希望基金會的執行長 在這邊 那今天我們在現場 謝謝媽媽 謝謝護員 謝謝主持人 那這一次我們的第八屆彩會 希望今天就告一段落了 我們期待下次再相會 對於癌症朋友 抗癌朋友 還有他們的家屬 跟醫療團隊的支持跟打氣 請不要停止 謝謝大家的加入 我們在這邊跟大家說 拜拜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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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